那个执行的次数 所以执行的次数的话特别注意哦 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方 变成说要多增加一个什么 多增加一个次数啦 那次数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把上面再增加一个B好了 B,这边把A改成B好了 记得要把它转型 所以我们要INT,次数 然后输入几次 那跑几次的话就是Fall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Fall回圈的话一样就是什么 For i in range B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拿来改好了 这样比较快 For i in range 意思就是说在上面加上一个0到B的这个次数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记得哦 因为我们底下的3到7行是在这个回圈底下跑 所以记得哦 3到7行请你选起来按TAB键 OK,这样的话呢 才是决定最后跑的次数 另外呢 这个 这个 这个Fall i in range这个0到B 其实0到B我前面讲过 你其实可以把它delete掉 不写也没关系啦 写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大概知道一下 我记得我云端上好像没有写 那把它执行过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输入1的话 表示输入一次 98765 它就跑一次就停下来了 那如果说我要跑3次的话 比如像另外有一题是 输入3次 那比如说32121 好嘞 好这个 然后 第一次嘛 那第二次输入0 第三次的话输入789好了 OK 那一样呢 它就跑3次之后 它就离开回圈了 那次数部分的话呢 就是由这两行来做决定的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最后把次数部分加上去 这一题最后就可以把它先存档了 当然呢 这个做这个的方法 这一题的方法 当然不是唯一的答案 所以另外还有方法二 不过方法二我发现 之前跟各位讲的这个效果 我发现好像大部分同学 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切字串 做累加的这样的写法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在 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对啊 那个名点是说哪个地方重复吗 i的部分重复没关系啦 你说i 那个名称的话 因为i这个变数呢 将来它会被覆盖过去 所以这个其实这边的i 改跟不改 其实到也 那这边可能 可能会有可能会出问题 for i 这个如果跑三次的话 理论上是改是比较OK一点 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出问题 不然的话如果你担心出错 可以把这个for i 改成for j 这样可能会比较保险一些些 这个变数名称不要一样 否则的话怕到说这个内回圈跟外回圈的这个 会有重复的问题 OK 好 明点这个 比较细心 好那最后 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不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不然 不然 strain直接用for回圈去读 什么意思 是 for回 你说用for each的写法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可以for each的写法啦 只是说因为这边的话 因为之前我教的都是这样的写法 当然有另外一个for each的写法 只是说那个for each的写法 其实也占不到太多便宜啦 但是就变成说大家要多学一个东西啦 对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for each的写法也可以啊 没问题 只是最后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啊 对 OK 或许之后我们再补充另外一个写法也OK啊 没问题啊 还有 改成一直不成功 小于等于 这边的话 那个 那个之语好像打写错了 那个while后面那个ns 他不是ns 是i 不是ns 不是ns 所以你写错了 可能再查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 OK 不然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就先到这里了 好 呢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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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